我在学习阶段那个时候 最初的圣灵 释迦牟尼佛不接受人供养 这个我要学 我一出家就奖金 奖金是在家时候学的 所以我一出家第二天就教科学院 白圣法师办了个三藏学院 去请我去上课 同时也就 因外面同修 其他道场请我就奖金 那么我的条件很简单 交通费用你们负责 我住在你们道场时 这是一时住行你照顾到了 钱一分钱不要 还有一个受皈依的 我带你们的和尚受皈依 皈依镇是你们当地 寺院里面住持发皈依镇 他的名字 我给你带举行仪式 不归于我 归于老和尚 老和尚 是你们的一职老四 为什么不能归我 我居无定所 你找不到我 我在每个地方住的时间都不长 所以发源很深 多少寺院学法师 他很愿意请我去讲经 他说不要钱 信徒的供养全归常住 给常住带了收入 又带了这么多人潮 我跟信徒决定不建立关系 我不会拉你的信徒 他说我没有到场 我也不要到场 有很多人要给我进去 不要 释迦牟尼佛没有到场 没有到场才自在啊 有到场管理到场 多费操心的 在台北 有个很虔诚的信徒 建峰文去死 他是个建筑商 盖了一栋大楼 要送一层给我做讲堂 我说好啊 我以为就开玩笑 大楼建好之后啊 我从国外回到台湾 他在机场借我 把所有权状啊 在机场送过 我一看是真的 真的 我是开玩笑的 不是真的 是真的 不是开玩笑啊 我说你是不是想害我 我不想害你 我想 我说这个这个 我要 为正法救助啊 啊 护持佛法 怎么敢害你呢 我说这个道场 要不要开销 那当然要开销 我说那你不是害我啊 是一个月多少钱开销 啊 那个时候 一个月大概有 六万块钱 啊 得要六万块钱开销 我说我到哪里去找钱啊 那他这个时候才警觉到了 他问他怎么办 我说你每个月拿六万块钱来 那我就接受你到场 你不每一个月拿的时候 我不敢 我不上当啊 我不可能去问信徒要钱啊 那有这种道理啊 所以每个月拿六万 拿了六年 拿了三年 三年之后啊 到场信徒多了 就有收入了 收入可以能够啊 这个 这个这个 能够负责得了了 我就告诉他 可以了 你就别拿了 啊 拉了三年 啊 我不会杀人当的 啊 啊 所以多少人送道场的时候 我不要啊 啊 我要给你要 就在谈这个条件 这个道场 一个月多少开销 你从那拿来 啊 我不会受你的害 你一生多自在 啊 所以到任何道场 对他们都有利益 啊 带来人潮 也带来财富 啊 所以都 喜欢我去讲经 啊 也都聪明 我聪明 他们也聪明 哎 他们不会让我久住 讲个一个月 两个月赶快走 那为什么 给这个地方信徒 不会建立感情 别信徒来的 将来给我盖庙 啊 那他们又害怕了 啊 我一生就过这个日子 这个日子是从 本师释迦牟尼佛那里 学得来的 啊 真自在啊 啊 这个地方道场建立了 找到我 啊 我是这里董事主席 啊 我从来不过问 啊 道场 是三位 护法 出钱买的 产权呢 归三位 是主 啊 道场怎么 我们接用 啊 无条件的接用 我们做一天 就用一天 哪一天不做了 物归原主 还给你 这释迦牟尼佛教给我们 啊 你看看 世政当年在 在基督渡园 讲了不少时间 诸林经事 也讲了一段时间 那都是居室 他们的花园别墅 啊 供养佛 请佛当年讲进手法 啊 我在那里学到了 佛 有使用权 护法 他有所有权 所有权是他的 使用权是我的 我这一部分 已经讲完了 我归原主 还给你 所以 释迦牟尼佛 当年这些弟子 都很乖啊 乖乖学习啊 心都在道上啊 他的长岁中 一千二百五十五人 为什么呢 这财产是有主的啊 谁也得不到啊 那大家心就在道上了 如果摄成释迦牟尼佛 佛将来灭肚子之后 这个财产 我们可以接受啊 他的心呢 贪心就会起来 所以佛很聪明 早就想到了这一招了 没有财产 啊 佛的这些弟子 这出家弟子的时候 你想继承财产 没有 佛一分钱没有 大家都要修佛一样 得大自在 得真正的亲近性啊 本带 we下车到这一招了